嘿嘿,大家好,我是益 歡迎大家回到Homebase Key我之前就有訊息過 你今早入不入社會嗎? 你不入嗎? OK的,你今早不要入 這就是晚上的11點 看看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我大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在我們聊天 在我們Homebase Server的群組 加成鋪了一張照片 大家應該看了影片 但接著我看到在我家旁邊 有些東西 所以我現在就一起進去 一探究竟 看看裡面有什麼 看看裡面有什麼 我現在就在一棵聖誕樹 我估計已經建好了 應該是 應該鋪在地上鋪了雪 也應該不錯 這家其實是12月23日晚上11點 聖誕樹起好了 但我不知道我已經這條影片什麼時候出 應該都是過了聖誕節之後才出 因為接下來我應該沒有時間 拍攝這麼多的Homebase 我應該是進來的 只是看看 這間的損毀情況 不是 我們這間屋的情況如何 我們之後再去做這件事 但是先看看 我們在另一面 啊 啊 啊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我看到有很大的東西在我的花園裡 這個紅色 綠色 藍色 和黃色的東西 但是呢 上面有些什麼呢 等我們去摸一摸 我們有這個升降機 對了 還有很多人留言告訴我 有訊息給我 用這個slime block 或者用沙 還有記得換上壓力板 我已經有slime block 那個是sticky piston 阿樂 已經給了我 不是 茶壺已經給了我 還有 為什麼不用壓力板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它的壓力板有少許多的問題 不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 這個是什麼來的 嗯 一個白色 這些東西 什麼來的 等等 有一個這樣的牌子 但是 有沒有人有 有沒有人有任何的 Close 是有些什麼呢 看看 H++++4 有沒有牌子 哪裡有牌子 弄個牌子 來吧 看看 可以了 Draw4 哈哈哈哈 我明白 這個是Draw4 這個是Uno的Draw4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facebook 或者我Instagram 還沒follow的 快點follow 還沒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下面的連結 就可以按 之前吃飯 我就跟TD進 和家臣一起 就去玩Uno 然後 哈哈哈哈 就覺得好笑 這件事 TD進 非常不幸運 讓我們不停吃Draw4 Draw4 Dra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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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進 總共吃了16個Draw 即是要拿16張牌 已經笑到我們傻了 但是 為什麼是Draw4給我呢 我應該要還 我應該要還Draw4給誰 才可以 應該是KiO做的 但是 KiO昨晚Message 我的時候 就說是有同檔 但是同檔是誰呢 嗯 應該要看一下KiO的片線 但是我覺得 這個Draw4真的很聰明 我覺得 但是 不是應該要把他塞在TD進家裡嗎 T進家裡又沒有呢 過去那邊看一看 哈哈 這個Uno真的 那時候是 笑到傻了 然後 我們是 全部人叫 停 不要拿著 全部把我把Uno卡放在桌面 放在桌面 知不知道 把他放在桌面 然後我們先拍照 然後TD進你才能抽牌 那麼慘 T進被人抽了16張 其實是有後話的 接著 T進又被人再罰多了 抽多了Draw12 其實我想說 那件事的最灰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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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獄 然後我知道 Hark有張紅色的Draw2 轉紅色 然後 我就嘗試去說服 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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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真的轉了紅色 然後 剛巧 我們接下來 前面的人全部都有Draw2 全部都有紅色Draw2 Hark的紅色Draw2 然後我又出了紅色Draw2 然後 又變成Draw16 變成Draw16 就到了TD進 整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 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放Draw4 在我身上 但是 沒問題 我猜應該要看一看企我那條影片 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再想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Draw4給TD進 你們覺得怎樣 我待會再回來 看一看企我會發生什麼事 等我問一問企我 跟他聊一聊 我待會再回來 不知道幾天之後 但是 可能接下來我會繼續拍 但是 看看會有什麼事 跟企我講一講 我們接下來回來 再跟大家回報一下 這個Draw4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好了 回來了 一個星期之後 哈哈 上一段影片23號拍 但是 今天已經30號 這集HookMaze都拍了整個星期 但是 我們就總算拆了那張Draw4卡 以及 建了這個屋頂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建了少許屋頂 但是旁邊的屋頂還未建 為什麼我建了這個屋頂 就是因為 這邊的樓 再建多一層樓 再加多屋頂上去 整件事就會非常高 所以 我打算在旁邊 加一個小小的屋頂 平衡回去 應該會比較好 但是 大家一看來 我們今天都應該要和大家 建了這間屋頂 先 裏面不要管 應該建了屋頂 看了整體的外形 先 但是 我看到很多留言 我看到很多留言 都說 建了這邊的市中心 但是 問題就是 基本上我們想好 是怎樣建的 你看到我們都畫了 位置 中間有一個圓形 圓形都建了一棟高的建築物 去到聖誕樹頂再高一點 然後 再加上旁邊 四個四方形 可以讓我們放一下 龍蛋 放一下庫摩台 大家需要用的東西 或者裝飾一下 都沒有問題 但是 問題是什麼 就是這棵聖誕樹和聖誕老人 這棵聖誕樹就是 家臣紅水沒有建的 而這棵聖誕老人就是 茶壺建的 就想 應該要等他們兩個 拆掉他們的聖誕老人 和聖誕樹 才可以建的 聖誕老人可以不用拆的 但是聖誕樹 因為實在太阻定的關係 所以應該都要拆的 所以 我就等他們下個星期 因為1月5日之前 其實要拆掉聖誕裝飾 以傳統來說 否則 就會不好運 所以 我估計 應該下個星期 我們拆掉所有聖誕裝飾 之後 我們先再看看 這個城堂坑 就是什麼時候建的 所以 我們現在 回到家裡 開始預備 建建我們的 屋 等一下 有屁股 OK 可以了 我想應該要上去 讓我們去建那間屋 那間屋 之前 我還有一些東西 想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 還有一些聖誕禮物 雖然 這段影片推出的時候 應該是12月31日 年尾都來 聖誕節 都過了整個禮拜 但是 也要展示給大家看 在這個聖誕節 收到什麼禮物 首先 這個箱 不是 這個箱是阿洛送來的 一大堆岩石 我們送來建這個城堂 和建我的家 還有這個 Christmas Gift by聽命於禮金金 即是旗子做的 有個蛋糕 正 先剷掉它 多謝旗子 然後還有一個 聖誕節快樂 祝你一年 矮的一年 擺明這個是死人水母 神奇小矮魚 功效食用便矮 這個比水母 很適合 他需要矮一點 這個位置 應該就是這兩個聖誕禮物 接著 我們應該和大家上去上面 抹一下 我們大概上去幾個屋 第二層 還有屋頂 嘩 還有一隻Skeleton 因為Skeleton是真還是假 這隻好像是假的 他看到我都不打我 我覺得是假的 先看看 這裡高了 是不是假的 應該是假的 應該是假的 似是假的 不對 是真的 不對 是假的 OK 所以這隻是假的 因為基本上 在這個Skeleton裡面 那些Skeleton是會有Bug的 然後呢 它會很容易 這樣放在這裡 但你又打不到它 它又不會打你的Bug 是非常壞的 但是呢 我們應該就這樣押合火把 既然是這樣 這裡太多怪了 忘記放火把 接著呢 我們應該會在這個位置 跟大家看看 第二層樓是怎樣起的 這裡先放火把 有空上來的時候 就會有些Zombie來找我 那我就不太喜歡了 對 這裡上面 我就這樣 這裡會在第二層 把它打回這個位置 又落雪了 這個伺服器是很喜歡 落雨和落雪的 我發覺 這裡就落雪 下面呢 就經常性都落雨 但幸好我這邊是落雪 如果不是落雨 我想大家就應該非常麻煩 就這樣 這裡 我們就應該 用來建的第二層 第二層的高度 應該是123455格 好嗎 123455格 應該都夠了 我猜 因為屋頂也有差不多高 1,2,3,4,5 放火把 放在這裡 待會有很多怪 我就不太喜歡這些怪 放回去 雪應該會融 而且怪也不會生 應該的 我們就這樣 全部12345這樣 然後 5格之後 我們應該要高多格 天花板 高5格 即是6格 然後 我們就這樣 整條橫樑 新過來 這一邊 我們就可以 繼續在上面 建屋頂 屋頂的做法 應該就是怎樣 我想不到 有什麼參考 可以跟你說 附近有沒有什麼參考 好像茶壺間屋一樣 哈哈 茶壺間屋 你看到屋頂 可能現在落雪 有一點不清楚 但是那間屋頂 還未見到 我們就是一個尖頂 少少 不要在旁邊的 橫横 尖頂少少 我們應該 因為這間屋 太闊 所以 我們應該會在 這個分岔口的位置 即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木柱 在這裡 我們就踏高 這裡 應該會做多一個屋頂 即是一個屋頂 兩個屋頂 好像人家兩個屋頂 搭在一起 那些東西 我猜 應該大概的設計差不多 不如我現在 先蓋好框 然後 我們就看看 我們會不會 做一個timelapse 即是一個縮時影片 跟大家蓋一下這個屋頂 我們待會再回來 看看屋頂搞得如何 什麼呢 屋頂 嗯 看起來都頗好啊 這個屋頂暫時看過 在這裏看過都應該非常好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已經沒有了石頭 剩下一點 然後石樓梯也不夠 而且我基本上已經用了很多石鑽 我猜不到這個屋頂竟然用了這麼多石鑽 真是傻傻的 大家看到這個屋頂上面 基本上已經用了8套石鑽走 都不知為何這麼多 只建了半個屋頂 還沒有 應該是小半個屋頂那麼大 我就看看 應該也要去儲一下材料 待會回來 我們再建建那塊屋頂端 原來這裡歪了 是歪了嗎?還是什麼呢? 應該也要去撿一撿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才發覺 剛才在高空看上去也不太發覺 它會有什麼事 但現在看我去就看到 歪了 哈哈 是怎樣歪呢? 它是欠了什麼? 欠了一格 這裡高了一格 然後這裡全部都低了一格 OK 這樣就行了 待會兒再弄一弄它 我們才回來 我猜我應該要坐著坐著坐著 還有下面是不是鑰緊如走雷呢? 好像是 哈哈 如果是這樣說的 對呀 我是不是關掉了聲音呢? 好像是關掉了雨傘的聲音 嗯 好像沒有關掉 但我看到它在閃電 但閃電通常就不太好 因為基本上會有霧魯白馬 所以我估計我現在應該先去炒一炒材料 看看我有沒有石 煤我應該有 其實我還是時間去掘礦 然後我就應該要去燒一些石 再去建一建屋 這裡剩下幾套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嗎? 還有沒有嗎? 1,2,3 不是,這個是Grafel 我們現在又叫做石 1,2,3,4,5,6,7 1,2,3,4,5,6 我想都應該可以的 我估計這個鵝鵝石的數量 不如這樣吧 我再去燒一些石頭 然後我們回來 繼續跟大家建這個屋頂 希望這綠色的鵝鵝石 夠我做這個材 不然我估計我應該要去掛礦 下一集回來才可以完成這個屋頂 就這樣吧 我去掃了一集材料研修 接著跟大家再回來建設 那些人會因此 對要是活動了 我們要在這個屋頂 就我們要去按照 我們去按照 這裡的範圍 然後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要是做一個輕鬱 要是做一個東西 拿來 然後我們去看 那些許來 不用擔心 你要是從 要是 reet 1、2、3、4、5 3、4、5、6、7 好,應該完成這七塊基本上這個位置 就應該完成了 這裡放一點點火把 放兩個火把 那就應該可以了 我們去看看屋頂怎樣 其實我發現屋頂還有少少的地方還沒做好 但是我猜今天應該差不多 因為我們看看物品欄 你就知道我基本上又沒有除去 那綠色的鵝魂石 又已經被我用在這個屋頂上 其實我欠這個菌邊 還沒做的 大概欠30個石樓梯 我估計 基本上上面全部都弄好了 最難的部分是這裡轉彎 也讓我完成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解決了 我們就去那邊看看 跳下去應該沒事的 我們跳下去看看 看看那邊的屋頂怎樣 如果是OK的話 我估計 等家臣他們拆了一棵聖誕樹 或者我們一起燒了一棵聖誕樹之後 我們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看看 嘩! 正啊! 我覺得這間屋 絕對這樣看過去的 是比我們之前 都比平頂多很多 我估計 今天應該差不多 我就用了十多隻石頭 我估計 去家都應該要回去 嘗試掘一下礦草 那些石頭再回來 再建立這棵聖誕樹 我估計 今天的HOMEBASE 就應該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按讚 又或者 如果你覺得這間屋欠了什麼 也記得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我們下一集 回來的HOMEBASE 我們可能燒聖誕樹 加氣炭火 或者我們再做其他 更加孤零星怪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每天 這個SURFER有什麼新鮮的事情 因為 趣事 何其多 怪事 也是非常多 所以 我就一直看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可以讓我在HOMEBASE 繼續下去 那就這樣吧 我們下一集回來再見 拜拜